大家好,欢迎来到无聊的频道 这一期我们把发生在意大利的连环杀人案讲完 意大利科雷交城镇的救货杀人雷纳达 究竟是如何让自己的好友们成功上钩 在心狠手辣的将他们全部都杀害的呢 雷纳达的受害者是三位和他有着平凡来往的朋友 第一位受害者名叫福斯提纳 他是科雷交当地的一位居民 那一年他刚好70岁 他是一位年近古稀但依然精神觉硕的女性 虽然时光带走了他的青春 但是他的内心依然住着那位对爱情和浪漫怀有无限幻想的女孩 而雷纳达恰好就是那位让他深信自己的梦想终究会被实现的人 福斯提纳和往常一样来到了雷纳达的家中 希望能借助雷纳达的张心术 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另一半 这一次雷纳达告诉福斯提纳 就在前几日一位住在波拉市的男性友人联系了他 说自己愿意接受福斯提纳作为今后人生入城的伴侣 听到这个消息的福斯提纳非常激动 就这样雷纳达把他编造的住址人物姓名和见面日期都告诉了福斯提纳 并嘱咐他千万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身边的人 因为人是善于嫉妒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在另一个人的背后说一些下流的话 最后他还说希望福斯提纳可以在出发当天去他那做一做就当是和他这位好友告别 因为去了那边后可能要过很久才能再次见到福斯提纳了 1939年12月17日这是一个星期天 路上的行人不是很多 几缕阳光从树叶的空隙中洒下 路边的植物和树枝上都结满了霜 冬天寒风刺骨 穿着厚重外衣的福斯提纳正朝着加福尔大道的11号小楼的方向走去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这里是克雷娇小镇的教堂 这里就是雷纳达的住所了 没错 这一天福斯提纳就要出发前往波拉市了 去见那位他未曾蒙面的男子 终于可以向无聊和枯燥的克雷娇生活挥手告别 但是天真浪漫的他可能永远也料想不到 一切都是这位相识已久的好友精心编织的谎言 他敲了敲加福尔大道11号小楼的门 雷纳达热情地将他迎进屋内并带到自己的厨房 在准备咖啡的同时 他向福斯提纳提议 可以先在这里提前写好报平安的信件 到了波拉市后 他立马就能向克雷娇的亲朋好友们寄出信件 告诉他们自己在哪 以及和谁在一起 没有防范的福斯提纳完全猜测不到 看似带人亲切的好友在那虚假的表情下 隐藏了一个无比恶毒的计划 由于福斯提纳是一位受教育程度不高 半文盲的妇人 所以她是在雷纳达的帮助下完成信件的 写好了信件后 雷纳达又建议福斯提纳起草一份个人物品的保管声明 声明里的内容就是让她来代替福斯提纳 去处理那些她留在科雷交城镇的个人物品 写好声明后 雷纳达把她准备好的咖啡端给了福斯提纳 就在福斯提纳慢慢的喝着手中的咖啡时 雷纳达迅速的来到她身后提起手上的斧头 迅速朝自己好友的颈部砍去 血如泉涌 砍了好几下才将好友人头分离 之后她又将倒下的尸体拖进自己的小仓库 在那里她对自己好友的躯干进行了分割 把那些自己不需要的部分和清氧化纳一起扔入大锅中煮沸 那些完全无法溶解的部分则被她偷偷的倒入了附近的下水道 一切处理好之后 雷纳达再让自己的大儿子居塞北去波拉市 把福斯提纳生前写好的信件逐封寄给她的亲友 以避免他们对福斯提纳的去向产生怀疑 时间来到了1940年的9月5日 距离法西斯意大利正式向法国宣战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战争的消息也让科雷交的居民们心情沉重 这一天另一名受害者正在前往雷纳达的家中 他叫弗朗奇斯卡 是当地幼儿园的一名教师 他一直渴望着能找到一份有更高收入的工作 就这样他相信了雷纳达对他所做的承诺 只要前往爱米里亚大区北部的省卫城市皮亚勤查 他就能在那儿的女子学院得到一份高薪待遇的教师岗位 这一天佛朗奇斯卡满怀期待地来到了这位懂得张普 又善解人意的好友的家门外 他敲了敲门 雷纳达打开了门并给他了一个无比热情的拥抱 之后便邀请对方随他进屋 接下来发生在第一位受害者身上的所有惨剧 再次降临到了弗朗奇斯卡的身上 转眼间时间过去了两个多月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科雷交幼稚园的教师 那位为人体贴细心的弗朗奇斯卡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也有可能是战场上士兵阵亡的消息 让人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周遭的人和事物上 时间来到1940年的11月30日 雷纳达夺走了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受害者的生命 受害者名叫维珍 今年53岁 她是一名女高音歌手 年轻的时候曾在各大剧院频繁演出 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一个能够让她重新回归到那种繁华富力 绚丽多彩生活的机会 就在前不久她非常信赖的好友雷纳达告诉她 一名佛罗伦萨的知名企业家询问过她是否能介绍一位气质优雅的女性来担任她的秘书 以陪伴她出席各类商业酒会 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维珍非常欣喜 尽管雷纳达曾经和她再三嘱咐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 因为她当心其他人会因此而跑来抱怨自己 维珍虽然向雷纳达做过保证绝对不会将这件事告诉给其他人 可维珍她平时就是一位非常爱显摆 爱唠叨的人 因此她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一位和她关系非常亲近的亲属 正是她的这位亲属阿尔伯蒂娜曾经亲眼看着维珍走进了雷纳达的家中 几个月后维珍和另外两位受害者失踪的消息慢慢在小镇里传开了 阿尔伯蒂娜立刻就觉得事情不对劲 急忙地联络了附近省会城市的警察局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后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科雷昭的救货商人雷纳达 警方派出人员来到雷纳达的家中 经过一方搜查后 果然在现场找到了许多干枯已久的血迹和人的骨灰 以及一些看起来非常令人不安的厨具 也就是我们在视频开头前提到的分力刀具 一把铁锤和一个超大型的铁锅 雷纳达没有做太多的辩解 当场就向警方认了罪并遭到了拘留 由于1940年的意大利还处于战争期间 因此雷纳达之后一直被关押在女子看守所 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 1946年6月12日 雷焦艾米利亚的法庭就科雷焦尸体肢解案正式开庭审理 同年7月20日法官宣布法庭审理结束 法庭宣判被告人雷纳达最终获30年的有期徒刑 和3年的精神病院定期治疗 同时法院宣判由于缺乏可靠和充分的证据 其他几位和此案相关的被告人全部无罪释放 他们分别是科雷焦的审职人员 雷纳达的债权人以及雷纳达的大儿子 居塞北 1970年10月15日 雷纳达因为突然的脑中风去世了 死后他的尸还被埋葬在意大利南部的港口城市 纳布勒斯附近的一个万人坑里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所渴望的 因为那很有可能会成为犯罪者欺骗你最好的诱饵 字幕志愿者 让我们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